这会相得加纳纳部落发展协会 透过109年部落景观优化计划的补助 今年9月份推动了加纳纳传统家屋修缠工程 在11月底顺利完工了 协会特别选择在圣诞节这一天举办街牌落成起用仪式 和族人一起来庆功 协会理事长杨明林他表示说 将以传统家屋为接待中心 全力来推动部落小旅行观光产业 要带动部落发展 与会的长官贵宾和部落头目族人 共同拉下红色传统织布品 修缠完工的部落传统家屋也正式落成起用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从今年9月份着手展开 修缠传统家屋的部落族人也一致排开 欢喜地接受大家的感谢与祝福 最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开始作业没有什么器材 所以经过大家的协调 然后就自己采过 其他的东西就是比较现代化的 就是用买的 着落在瑞瑟乡 加德纳布鲁的这一栋传统家屋 2011年搭建契金 当初用茅草、竹、藤以及木头等天然建材 所搭建的建筑家屋 历经风吹日晒雨淋早已腐烂毁坏 社区协会特别向圆明会争取计划 并也获得十字中心的协助 共同重新修缮整顿 期盼再度成为部落的新亮点 那我们在提供上面来讲 包括地上的一些的食材的部分 那这个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 部落协会故宫购料以传统工法 融合现代与传统的建材来修缮 历经三个多月的时间 在11月底顺利完工 部落协会特别选在今天25号圣诞节 举行街牌落成启用 和族人一起把个浪庆功 部落这边有一个可以让游客很安心 在这里品尝我们加拿大部落的产业 有咖啡、茶叶 尤其是我们的咖啡 在加拿大算是全省里面 算是有名的 以崭新安全、传统与现代艰巨的建筑面貌 加拿大部落传统家屋风华再现 未来除了作为部落文件站上课场域 理事长杨明玲表示 已将作为接待中心 全力推动部落小旅行文化产业 带动部落的发展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